他過去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過他曾經交往過一個女朋友 那個女朋友呢 就是跟他分手的時候 就寫了一個分手信 然後裡面一直罵他 一直罵他 但是他沒有講是誰 哦 沒有這一次講那麼明 是姓陶的 姓陶的 都沒講 假姓藝人 倒追他的那一位 兩位大家猜到的假姓藝人 都有澄清 不對不對 都否認啦 而且不是不是 哦 不是這兩位 好 陶子這個部分很有趣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他的三個影片當中 他是用那個姓陶的 但是他們又有那個Line的互動 顯然還是有連絡 然後陶子還因為這個佑生事情 所以他想去問他 所以他基本上是基於熱性 好 前面那一段 都不是現在追究的重點 是後面那一段 因為姓陶的 過去明明我們就交往過 你還不承認 而且每一次在延集街巷弄裡面 約會完 你還走在我前面 之後因為分手 所以這個姓陶的 還寫了一張洋洋灑灑 屬弱焦焦的罪狀的分手信 然後還把自己的署名給弄掉 拿掉 大家是第一次聽嗎 好 你知道網友都會辦案 原來焦哥過去上節目 他講過 蛤 有影片 我今天還看到影片 你知道嗎 他過去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過 他曾經交往過一個女朋友 那個女朋友呢 就是跟他分手的時候 就寫了一個分手信 然後裡面一直罵他 一直罵他一直罵他 一直罵他 真的網路上有這個影片 但是他沒有講是誰 沒有這一次講那麼明 是姓陶的 他連姓陶的都沒講 可是呢 內容跟這次是一樣的 他有接到那個分手信 然後那個分手信 怎樣怎樣怎樣 他之前 他可能就是 也會抱怨一下 對 他就把它講出來 只是這次把它兜出來 只是大家情何以堪啊 都各自嫁娶了 小孩都那麼大了 何必呢 不過我想講另外一個 為什麼那個假 你說假信義人 倒追他的那一位 各位 其實我們這邊先聲明 兩位大家猜到的假信義人 都有陳情 都否認啊 而且不是不是 不是這兩位 你看那個脈絡 寧姐也知道啊 賈靜雯從一開始 他是從演戲開始 他基本上有啦 有一段時間有主持節目 可是很少很少 他是走戲劇這個路線 對不對 怎麼樣講都不太會湊在一起 那你說賈永傑也更不可能 天龍跟地虎 你夠狠 這不太搭軋了 可是我真的不方便講 但我還是努力的告訴大家說 其實早期在綜藝圈 還有一個姓賈 我還蠻熟的 然後我發現 他跟嬌嬌有重疊的狀況 我怎麼敢講啊 珍惜生命 生命一定會找到出爐 他不然給你一個本子寫一下 他怎麼邊講的都是 天小粉粉好了 我不要 當年還不錯的 我們三個知道就好了 來來 不然我們這怎麼聊下去 我真的覺得我們今天 我們製作人一方解釋 請對來賓 記者為什麼會直接去連結到 就是賈靜雯 他打電話問賈靜雯嗎 賈靜雯說我不是當事人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有講 他講到說姓賈的時候 他又扯到說 其實我當時在跟蔡燦德交往 那蔡燦德你知道嗎 那時候就是跟賈靜雯一起合演 母雞戴曉雞 所以最早住到了那一部 記者才會串連說 因為這樣講了嘛 就是說我那時候追的是蔡燦德啊 所以意思就是說 那我追的不是另外一個 所以記者才會串連起來說 是同聚的賈靜雯這樣子 記者是這樣串連起來 所以你是不是投賈靜雯一票 我不敢投他 但是我腦子裡面有想到說 記者這個脈絡 脈絡是合理的 有閃過是不是 我現在我的IT上面有一個名單 那我就請聖美姊過目這樣子 好不好 有人提到了 真的嗎 這哪裡哪裡哪裡 哪裡 哦 不好說 你看吧 但是 真的啦 就剩他而已啊 網友好厲害 是 就剩他而已 我剛剛沒給他看什麼東西 先澄清 大家不要亂猜測 但是呢 他是給我看 我給他看圖片 你們好壞哦 我覺得 true 佼佼的目的大成 如果我逃不過 為什麼他們可以逃過一切 大小S 給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刻 可是問題是他們吸毒 嗑藥這件事情 我也一直過不去 他們可以去否定 否決 否認 然後 紅了二十幾年 就算被周刊拍到 還是可以否認 他們身邊的朋友 阿雅也好 范小軒也好 周俊文也好 全部都逃過了 那個時候因為不流行社群嘛 所以很多要頭可能也沒有機會爆料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逃過這一切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韓國印象很差 因為我就是被他們帶去的 當時大S跟光頭在一起 在一個飯店喝藥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 被范小軒、周俊文在他們家裡面 還有大小S他們也是 被邀請 被說服 被硬塞 我不快樂 他們當然不止這兩次 甚至在飛碟對面那個夜店 裡面都在嗑啊 他們為什麼可以逃過這一切 為什麼 為什麼 大小S對此也回應 西元與西地對於黃子焦先生 在情緒不穩而選擇自殘前所做的吸毒 相關不實指控深感遺憾 尤其黃子焦先生指控的 一周刊吸毒事件 西元根本不在現場 而法院早已在2004年判一周刊敗訴 透過司法還給西地清白 而他們也表示 西元心臟不好 根本無法也不能接觸 使用毒品 念在過去多年 請已與黃子焦先生 目前人在醫院急救 本公司將對所有的不實指控 保留法律追溯權 以法律捍衛自身的權益 請黃子焦先生保重身體 孩子還小 老婆也還很年輕 人生還是很有盼望 請以家庭為重 早日康復 對此陸媒報導 大小S的經紀人表示 對所有不實言論 將採取法律途徑 至於巨俊葉被黃子焦暴說 也曾嗑藥 聲明中也表示 巨俊葉先生曾於2009年 在韓國主動提告媒體 並公開於記者會上表明 堅決不碰毒的立場 請大眾媒體不要因為他在夜店工作 就三番兩次指控他吸毒 而阿牙也發出聲明澄清 從未以任何形式使用 違禁藥物、毒品、延守法律法規 將會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而黃子焦在直播中 也對唐啟陽嗆聲 對此唐啟陽也發文表示 翻車不是因為不能有秘密 而是你的秘密有沒有傷到人 坦言自己的職責是講星象 但在別人眼中成了看熱鬧 三姑六婆 難道你沒有秘密嗎的人 一個人自己有秘密就看誰也有秘密 覺得自己倒霉就要別人也倒霉 連他客觀講星象都被波及 這已經是心裡出問題的病爭了 他無奈表示 講得好像我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只是藏得很好 試圖在別人心裡種下引人遐想的音 真是出乎我意料的內心黑暗噴發 我真的要替他擔心了 黃子焦也在直播中點名 吳宗憲欠債不還 吳宗憲經受訪也做出回應堅決會提告 以前跟我常合作的憲哥 老吴 他很會講 就我了解 他也是一個欠錢不還的人 那這樣的人品 就算他沒有做一些點點點的事 但難道他不是點點點的人嗎 另外一種 好不好 但是我 就 我經濟狀況相當良好 所以 你怎麼會 你講別人 我可以只講我就怪怪了 我們都努力在好好做人 我們也希望他平安 好不好 但是 公司裡面的一個SOP 就是有侵犯我的部分 他們都會 嗯 行裡如意 那公司的事跟我無關 我是一個商品 我願意接受他的品頭論足 傷害我都沒關係 但是你來傷害我 講的又不是事實 那 比如說XXX三個字 就是八十八萬五千兩百元 對啊 那錢我用不到 我就把他捐出來或幹嘛 但你不可以這樣亂講 還有一個 我個人的一個角度 就是說 我的感情觀 我們是家庭非常健全 也很健康的家庭 愛情是愛情 愛一個人 試過境遷 我們這一生 從來沒有回頭去講過一句 不OK的話 前女友是誰是一個什麼什麼 不要這樣 不要去講 把人家講出來 人家要嫁人啊 對不對 這是我個人的小觀點 對啊 每次金鐘獎入圍 你就要在那裡XXXX 好像獎都給你算 獎不煩 我是懶得回嘴 但你說 我心裡在不在意 在意啊 怎麼樣 我們主持的很難嗎 我已經講了 我已經告訴電視台 每一個電視台 本人不再參加金鐘獎 但是電視台人家要參加 我只要拿來我又簽了 好吧 去吧去吧 我真心真意 我會覺得就是說 要留一點嘴巴 手一點 對不對 你跟誰交往過 跟誰什麼什麼 去講這些有必要嗎 這要看個人的一個角度 對啊 看個人的角度 那這種事情有時候 該怎麼講呢 他們自己心中的一個 一把尺嘛 那你們要考慮的是 觀眾的接受度是什麼嘛 對啊對啊 觀眾的接受度比較重要 那你自己要不要繼續出來 那你自己去決定 出來以後人家不接受你 那這你也沒有辦法 那這你也沒有辦法 甘願做 歡喜壽 歡喜做感願受啦 你就開心的做這些事情 這個大難臨頭 你也非得要扛下來 所以加油 加油 我們這個圈子裡面啊 其實 藝人啊都赤子之心 比較開心快樂 可能會嘴巴開玩笑或幹嘛 但是喔 這個台上台下分清楚 對 私底下 拳擊台上去兩個打到 打死人都OK 下了舞台 你推人家一下就犯法了 而相當敬重他的謝和弦稍早 也回應了 更秀出手上的黃子焦刺青 表示黃子焦對他來說 是相當重要的人 我要謝謝他 因為演藝圈我覺得 能讓我尊重的大哥不多 我就尊重黃子焦先生 你對他說一些加油打氣的話 不用加油打氣啊 就事已過一些都變形 就坦難面對啊 對 就是之前我 大麻事件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直訊息給我 因為我那時候還進去 精神病院被打 演藝圈只有他一個前輩這樣 一直關心我 會讓我快點走出來 因為我們都是牡羊座 他說你絕股被打倒 就想要記得這個人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對啊 對啊 我覺得他做的好事更多 所以請大家 將心比心一下 YA